我們只要做完這個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是要一個按鈕的話 反正就是什麼 那個按鈕的名稱 當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做什麼事 就這一件事 OK 當然未來如果說 你有二三層多個表單的話 反正要啟動哪一個 就比如userfone1.show userfone.show 都可以啦 你要看 如果說你希望怎麼 按了某個按鈕是userfoneshow 然後呢 其他的 把它關閉的話 那就是userfone2 比如說 假設我今天要把這個打開 就變userfone2.show 那如果一要關掉的話 關掉的話 實際上 你就什麼 點什麼呢 點hide 有沒有hide hide就是把它隱藏起來 一個show 一個隱藏 所以如果以後 如果你要做多表單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這個功能 那按下去 跳另外一個表單的話 那你可以有沒有一個show 一個hide 這樣的話就可以變切換了 那等於是說你有一個主表單 按下去跳哪一個 按下去跳哪一個 這個其實都可以自己去設計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延伸性還蠻大的 我覺得這個裡面可以做出很多的花樣 只是說這個還是有點難度 剛開始也許大概知道一下 把它顯示出來 第二個的話我們要做什麼呢 第二個我希望可以把什麼 接下來的話 我希望它啟動 按下新增 它可以幫我做幾件事 第一個 可以幫我把這裡面填的資料 先填到這個位置 ok 那這個位置可能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必須怎麼樣 要知道說現在最下面的列在哪裡 有沒有hide 然後呢把這個最下面一列把它加1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把最下面一列 就放置掉 變成最後一列被蓋掉 所以應該是什麼 最下面一列把它加1 ok 所以哦 這個地方很重要 我們可以用追蹤的 從rangeA1有沒有 and 最向下追蹤 到的列7 把7加1就可以了 ok 前面我有跟各位講過 那個很重要 就是追蹤的那個技巧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我跟各位講 那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地方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用追蹤的 ok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這個填到這邊來 嗯 這個怎麼填過來 這個填到這邊來 一個蘿蔔的坑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呢 後面這三個自動產生 不用填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可以拿上面的公式 把它複製到下面來 然後做什麼呢 讓它的列數改成8就可以了 然後有點像把公式放到這邊來 然後把列改一下就可以 好 怎麼改 我待會來看 然後最後再做什麼呢 把裡面的資料給清空 清空有沒有 游標放回到第一個儲存格 就完成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ok 好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呢 一 程式該寫在哪裡 特別是喔 表單打開來 待會的話程式記得寫在這個按鈕 因為是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被執行的 所以喔 在那個表單裡面有一個叫事件驅動 事件 意思就是說呢 當我怎麼樣按一下這個按鈕 再點兩下 它會觸發一個事件叫Clicker 前面是comment button1 就是那個按鈕被怎麼樣呢 被Clicker被點一下的意思 那點一下之後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去 按一下它 就幫我執行我要寫的程式 那我哪些程式 程式部分就是 一 我要把這四個儲存 Testbox裡面的東西 幫我填到這邊來 這個填到這邊來 那怎麼填 首先第一個你可能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喔 這一個叫Testbox1 它的名稱叫什麼 叫Testbox1 裡面的資料就點Test 顧名思義喔 我剛剛複製的話 如果沒有錯的話 這個下面這個應該叫Testbox2 這個應該是Testbox3 Testbox4 除非說你產生的順序不對的話 你可能要調一下 反正一定是1 2 3 4 那如果跟我不一樣的話 盡量你就把它調一樣 不然的話 你將來呢 資料會填錯的地方 那怎麼寫1 這邊點兩下 OK 2的話呢在這邊寫什麼呢 幫我把那個東西 那個剛剛那個儲存 那個文字方塊叫Test Test 有沒有 box 你打小寫沒關係 1 點 它裡面的資料叫Test 放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 把 資料放到哪裡 就是後面的資料放到前面 這個是規則 恐怕要記一下 有沒有 這個前面有沒有寫過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儲存的 這個儲存的叫什麼 叫Sales 第幾列呢 第八列 逗點 哪一欄呢 A欄就可以 幫我把那個Test Bot 1裡面的資料 把這個1裡面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個儲存格 就這樣寫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那未來當然呢 底下還有什麼 123 總共有四個嘛 所以你就把 複製這個 然後這邊把它 再把它複製 就複製了嘛 複製這兩個一起 OK 然後變成 把這邊變成 應該會吧 A B C 小 大小 D 然後呢 這邊就1234 OK 反正一個蘿蔔的坑 把那個Test Bus 1234裡面的東西 放到ABCD裡面去 OK 但問題來了 可是問題啊 如果你現在填了 是放在第八了 但問題 如果第九怎麼辦 第十怎麼辦 永遠都放第八 那第九不就沒有了 一直蓋蓋蓋 那就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那個位置會改變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多一個變數 變數怎麼產生 那個變數 基本上我們可以叫R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啦 之前我們有用過其他名稱 用 I J A B C 都可以啦 只要名稱不要很奇怪就可以了 等於什麼呢 我這個 數字應該是根據什麼 向下追蹤到的列把它加1 所以你可以用之前寫過的那個向下追蹤 如果你忘記的話可以 參考一下之前的 從A1這個儲存格 不過記得 A1裡面有東西 我會把它補兩個字 姓名 你如果沒有補的話 自己補一下 點END END END 是向下 哪一個方向 向XL DOWN 就是向下 我之前解釋過了 Ctrl 向下 去抓到什麼呢 它的那個列是哪一列 就這樣子 A1 A1 加1 為什麼加1 因為是下一列 OK 因為它追蹤到 只會追蹤到7 那應該從第8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加1 這個好像在那個 我上禮拜有跟各位分享那個大樂透那個範例裡面也一樣哦 所以其實不管簡單或複雜的案例 其實都會用到類似的技巧 OK 然後把這邊改成改成R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分別就是改成R DRT 所以呢 將來如果又向下追蹤的話 那我就 OK了 所以特別至於哦 這個意思是說 幫我把它追蹤到 然後我把這四個東西呢 來幫我填進去 好了之後你把它執行一下 這時候我們來填填看哦 OK 這個時候我就填你們AAA好 Enter 它會跳下一個 85分 96分 74分 好 最後呢 按新增看會不會成功 特別是要把這個叫TestBar1裡面的文字放在這裡 一個蘿蔔的坑 新增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這四個有沒有 它就幫我填到哪裡 填到這邊來 成功 OK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 當然目前是沒有還沒完成 為什麼 因為哦 可是問題老師這三個裡面空的耶 那應該要怎麼樣 可不可以幫我自動完成呢 哦 其實當然OK啊 那什麼 自動完成最簡單 我先把這個關掉 你可以看到 這個儲存格 是第七列有沒有 第七 那這個儲存格應該放什麼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 把這個的公式怎麼樣 丟到這邊來 然後改一個改兩個地方 把這個七有沒有 改成什麼呢 改成R就好了 有沒有 這個概念跟之前那個改個i不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哦 我怎麼寫呢 特別是哦 這個儲存格裡面 要先把這個先刪掉 因為等一下還要再一次 這個的話呢 就是 這邊點兩下 程式記得哦 寫這個按鈕裡面 然後就是把 這個 這個其實 可以先 D欄 後面有三個嘛 所以你乾脆這樣 這後面三個都是丟公式 所以我就把 這個是 E 這個是F 然後G 那丟什麼公式呢 這個的話就是 拿剛剛的這個 這個 裡面的 這個平均有沒有 取消一下 點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 當問題呢 這個列數不對 所以要把什麼 把7改成R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加個R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已經寫過 N變了 只是說之前是用I 現在變 R 那這邊呢也是一樣 最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複製一下 雙引號到雙引號貼到這個7 這樣OK了 這個呢 一樣 所以哦 怎麼樣 把這個 合格不合格 把這個複製 一樣怎麼樣 貼到這邊來 然後一樣怎麼樣 把這個7改成 這個 所以不用重寫 不怕一件 雙引號要變兩個 這個雙引號 其實你可以用取代 不過因為 這邊不多 只有四個 所以我就直接 自己稍微打一下 就是合格不合格的前後 本來 有雙引號 把它變兩個 然後把這個7改成上面這個R 有沒有 雙引號到雙引號負置一下 一樣把這個7貼上就可以 這樣就OK了 那在這個的話呢 這個是這個 這一串 不過這個可能就要用取代 可能比較OK 這邊的話呢 一樣 我們用什麼 用那個 附屬運用程式裡面的這個記事本 可以把它貼上之後一樣用取代 這個前面講過了 就是快速的一個變兩個 可以全部取代 再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再貼到哪邊呢 貼到這個程式裡面 然後看到7的話 一樣怎麼樣 就再把它改成R 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這邊 記得這個地方 複製嘛 看到一個7 把它貼上 一個 這邊又一個7 貼上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要非常的小心 只要呢 你每個地方都做對了 這樣子 就寫完了 好 試試看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 沒有很多的動作 我這些動作前面都做過 只是說我們把前面講過的東西 換個地方 再演練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 可以 變出很多花樣出來 以後 你看到說 老師你這邊怎麼一件可以玩得出來 其實都是從這邊衍生出來的 沒有太多東西啦 不用以為說 怎麼越學越好 好像永遠學不好 沒有了 就丟公式 好 那再來我們來試試看 一樣再把它怎麼樣 執行啟動表單 然後輸入 我剛剛是把它刪掉 然後85分 隨便 我就輸入一個 最後按新增 看這三個會不會一起出來 EFG 對 所以 四者簽律 EA 這個地方都有改 EFG 好 改完之後的話 那應該就OK 所以再把它刪掉一下 再啟動 然後一樣就把它填上去 然後隨便填 填幾個層級上去 然後就按新增 那我們要看到應該這三個也要出來 OK了 不過當然這個底下的格式 它沒有把它重新設定 所以會多小數 你這個先不管沒關係 主要是我們這個已經OK了 那再來還要做什麼呢 應該要把這些全部刪掉 不然很麻煩 哇 你填完一個之後呢 你還要再把它刪掉 所以怎麼把它鎖動刪掉 最後再可以Key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 待會還要做什麼 我們希望 幫我把資料填上去之後 這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幫我把這裡面的清空 然後郵票最好順便放在這上面 那就Perfect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說 加一個R等於向下追蹤加1 然後呢 把TESPath的1 2 3 4 分別放在A B C D的R列裡面 OK 然後 E F G 就是用丟公式的方法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產生我們要的那個7個格式的東西了 那做完一個之後的B也可以 C也可以 一直往下就都OK了 那試一下